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铃哥 欢迎你们收看今天礼拜二旗鼓先知的节目 明天是周旋哲圈 所以呢今天有些资料呢 我希望能够好好的分享给我们各位的观众朋友 那当然啦 片头一开始大铃哥要开始来臭屁一下 鸿海 就是你现在看到字幕这个 鸿海大铃哥的团队呢 我们是如何赚到了 148% 鸿海大铃哥的团队 我们是怎么样赚到148% 其实一直以来如果你们有follow大铃哥的节目 或者是你参与我的LINE 其实你就知道大铃哥主要就是操作骨骑 OK那只是说呢骨骑这个商品呢 可能对于有些 股市经验比较 没有那么充足的小朋友 交易者来讲 他们觉得骨骑好像是个很奇怪很危险 的这种商品 那其实啦 任何的交易它都有它的风险性 重点 重点是你要了解它的特质 然后呢你要纪律 好不好 因为股骑其实跟股票 它其实交易都是同种标的 重点商品 同样的资金也是同样的做法 你绝对不可以说看好一档股票 结果你股骑 你要去做多它 结果做的方式是完全不同 OK 那一样鸿海 鸿海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一个 很大型 很大型的公司 你要它呢 起飞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为什么呢 大铃哥的团队 我们可以 在这一波的鸿海 这一波的操作绩效呢 我们可以 至少掌握了 正148% 其实呢 说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一个简单 只是呢很多人你们把它想的太复杂 那一样 今天我就分享我们是怎么样去 交易鸿海这档股票的思维 还有它的逻辑 还有我们是怎么一路走来的 好不好 一样 大铃哥很喜欢找标股 我相信各位观众你们也喜欢做标股 那因为标股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的骨架涨势非常凌厉 那走势呢是非常陡峭 那大铃哥送你们两句话 你们可以好好把它记下来 量缩盘整 它不一定是标股 但是呢 标股的前面呢 它一定是量缩盘整 这个东西呢 大铃哥之前在节目 有跟你们分享过 因为标股 它自己所以会标 代表说它的筹码呢 是已经被少数人给拥有 然后呢 它后面要做一个 价格很大幅的波动 所以通常 你标股呢 它前面就会有很明显的特质 就是它会量缩盘整 但是呢 一样 你标股 终究还是要有人去做嘛 它才会标嘛 那你如果在这个长期的盘整区 如果主力 控盘手 市场不认同它 你去买那种盘整 也没有用 因为它甚至有可能 盘整后再继续破底下跌 所以真正 真正你要去操作标股呢 其实呢 最聪明 最聪明的做法 并不是在这种量缩盘整的时候呢 你就买进去 在那边放着 因为鸿海是好公司 它是大公司 所以盘整的时候你去买它 OK还没关系 但是呢 如果你找到阿萨布鲁的公司呢 你看到盘整 哇好像说 应该后面可能会标喔 我就可以买一下 你可能一买 大概就挂掉了 所以要注意喔 不是看到量缩盘整 它就可能是标股 那一样 鸿海这一档 因为它前面已经盘整非常非常的久 有多久 大林跟我已经讲过 他已经盘整了三年 盘到那个 你念幼稚园了 都可以念到毕业了 他盘整三年 这期间呢 根本没有人知道说 他什么时候会起涨 很多朋友会说 我现在有鸿海 我成本100块 90块 80块 现在 涨到了160 170 你不得了 事实上来讲 你过去你都是在盘整 你根本不晓得你怎么会赚钱 所以 我一直强调嘛 最最聪明的 策略呢 就是你盘整的时候 你先不要管它 你等它开始表态之后 就是大林哥画的线给你看 红色线 因为这个是鸿海的周K 你看清楚 他盘整了三年 红色线就是今年的三月 他才开始起涨 这个时候大林哥团队 就可以非常的 确定 笃定 他 就是会给标股 那一样 前面红色线 因为他涨得非常的凌厉 这时候你去做追加的动作呢 有时候呢 如果你的技巧 或者你的策略不够成熟的话 你可能会买在相对的 高点 所以 之前的节目 大林哥不是有分享一些 LINE朋友 他买在什么 160 当时买在160 你现在看起来是赚钱 当时买160 他跌到110几的时候 就在挨挨一跤 OK 所以呢 重点 重点是 盘整后 红色表态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红海他是会标 所以后面剩下的你要做的是什么动作 我刚说过了 标股表态之后呢 真正聪明的 交易者他就是要做那个C 黄色是那个C 所以这一路的走来呢 我们红色线 刚起涨的三月份 我们并没有做 我们知道开始做修正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做追踪 所以呢 你看看 那个西坡什么时候开始起涨的 就是大林哥 4月17号 我们从4月17号 就开始 正式的 布局 打红海的骨骑 那我也说 这就是我们的Caution 这个我们从 4月17号打进去到现在都还没有出场 我们的成本是142 中间呢 4月24号 我们又打了一个加码单 147.5 意思说 我们的 进场跟加码 全部都布局在 西坡起点的底部区 就是你现在看见了两个黄色区的区块 那你看 大林哥都很臭屁嘛 我不是说嘛 我是最懂的红海股价转的男人 所以你看看我们的打进去的位置 几乎都是当天的最低点 这样子一路走来 你们现在只看到说红海今天创新高 红海今天创新高 他的股息有172块 创新高 你只看到说创新高 可是事实上 你在持有的这个过程 你必须要很有耐心 你还有很有定力 这谁能够帮你做 只有大林哥可以来帮你做 好不好 所以你看这样一路走来 我们从成本最低 12%到今天最高172 算起来 股价大概只有20几% 那哪来的100多%的获利 你不要 忘记了 我们打的是股旗 股旗它是有相对杠杆性的一个商品 所以呢 不出手则移 一出手就是要 干嘛 大林哥之后讲过 我们不出手则移 一出手我们就是要打九头牛 好不好 现在红海股旗我们上面上的获利 大概都是100多%以上那一种 那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要做出厂 这个是不是这个 我刚说过了 红海这个是大牛股 你要 赚的钱呢 不可能大牛股赚到标股吗 那我是强调一点 你只要跟对人呢 一挡大牛股 你一样可以赚到翻 你看大林哥从那个 4月10几号开始到现在 三个礼拜了 我们就单做一个红海 还有一个长农行 就做这两档 那你可以问一看你自己 这三个礼拜 你参加其他老师的这个会员 咨询 你交易的几档股票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交易的几档股票 你有没有一档股票 可以像我们红海一样 干嘛 获利148% 红海不要讲 像是长农行也是一样 长农行呢 也是一样盘整6个月 大林哥在这边很强调的跟你讲 我的下一档主力就是长农行 他 干嘛 他就是完全要复制红海 讲白一点 那你看长农行我们现在是先打A波 我讲明了 我们从A波开始打起来 35.5 一路打上来 就先赚一波A波的钱 那我也要强调一点 长农行真正要赚 其实就是像复制红海 后面那个西波那一段 所以前面的A波 然后呢算是小菜 小菜而已 这个就给你们做参考 上面是红海下面是长农行 很典型他们走势 几乎就是完全一模一样 重点就是长农行下面的C 红海我们现在是准备要等出场 节目的最后因为时间稍微不够 其实我今天本来是要想分享 我要教你们怎么去看 红海转折的讯号 因为大林哥既然可以抓到最高点的转折 跟最低点的转折 他未来他的转折讯号 大林哥今天时间比较不够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红海他的转折讯号是怎么来的 我会写到人类着 我会跟你讲 后面呢还有这个长农行 我一直强调 长农行是我们下一档主力 我们要去复制 像这个长农行 那个红海一样 要做一个大西坡 那一样 那个 Range区有多大 讲白一点 标股他绝对不会做一波 他的空间 也不是什么20%30%那种 一定都是 100%起票 OK 如果你想要知道红海他的转折讯号是什么 或者你想要 跟着大林哥的这个团队 你也想去 打这个红海 打那个长农行 我欢迎您到的Nialis来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的是第一则房产业 并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